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柱琴 柱琴 無論是音色和外形上 都給人感覺非常優美 如果加上有女高音的歌聲 又會是怎樣呢 在未聽歌之前 先跟兩位搭檔聽聽聽聽說 歡迎你們 你好 那兩位 你們就一起合作 你們還一起比賽 說一下怎樣相識的呢 我們很榮幸 當年在英國很出名的 倫敦音樂學院那裏 讀音樂第二的時候 有認識的 那我就是指手聲樂 而三十是指手鼠琴 兩位都在外國讀音樂 當初有什麼趣事 其實跟香港讀音樂 有什麼分別呢 我自己覺得在外國那裏 聽取是比考試更重要的 那所以呢 其實很多時候 學生學音樂 都為了興趣 學校都會這樣 譬如會有不同的音樂劇 哪一劇 譬如會嘗試唱歌 就算你是學黨琴都好 他都會讓你嘗試玩一下 做指揮 那樣的 然後我當年在那裏生活 就留意到 很多在地鐵站裏面 或者街邊 賣藝的人 他們的音樂促藝都非常高的 可以比美音樂學院的水準 那我想是跟 英國政府的音樂介入制度 比較全面有關的 因為他們由小一開始 就每一年 會全班的小朋友 每一個都會有 同一件樂器來學習 然後到第二年 他們又一起學習同一件樂器 在這個環境成長下 他們就會讓他們發覺到自己的興趣 以及哪方面是比較有潛質的 全面一點 那不錯 一來全面一點 真的可以讓他們知道 嘗試一下 原來我喜歡什麼樂器 就是這樣 那兩位呢 為什麼會喜歡樹琴 和唱歌這個組合呢 因為唱歌的人生 和樹琴 都是一件比較古老的樂器 聲音就比較原始 和自然一些 而樹琴的聲音也很嚴綿 很有女性化 所以我覺得再配合上 每高音的聲音 都再合適不過 我自己也覺得兩把聲音很合適 但是呢 樹琴和唱歌的合作呢 難度又在哪裏呢 我自己覺得呢 我自己彈的時候 和一般樂器格是有點不同的 和樂器格的時候 很多時候呢 基本上我對著譜 多少拍戲 對齊就OK的了 但是對著人呢 始終人是會彈性多些的 例如可能突然間是一段透氣 那譜沒有寫一段透氣的 那我就要走一走 對齊 而聲樂呢 很多譜都是借給鋼琴的伴奏 而比較少是借給樹琴 所以有時候我們去夾歌的時候呢 要自己去改編 或者叫我編制一些樂器 對齊 再加上樹琴的體積比較大 對齊 還有比鋼琴稀有 所以我每次練習呢 都要去Francis找他 哦 也很需要兩位的默契才表演得好 我知道兩位呢 在之前呢 德國音樂的國際大賽裡面 就得到這個個人榮譽 和組合的獎 那先說一下評審是怎樣的 其實呢 跟一般音樂大賽一樣 都很著重那個技巧 音色的表達 歌曲的風格等等 但是最大的分別 我自己就覺得 德國人呢 是在音樂上比較緊的 而這個大賽 都是一個國際性的比賽 所以各方面都做得更加自小 還有對手方面 因為來自各地的最top的演奏家 都會來得到對手很強 好厲害喔 這樣都會拿到獎 我覺得自己贏出的關鍵是哪裏呢 因為我們當年參賽的歌曲 是一首十二的歌曲來的 唱歌和樂器不同的地方 有歌詞 我們透過歌詞去傳達這個信息給聽眾 所以呢 當年這個德國比賽呢 我想他們都很著重咬字 和發音這方面 再加上歌詞 我都有在德國留學一段時間 那在當時呢 我都吸收了很多不同的德國音樂風格 或者特色那樣的 那我想這方面都有幫助 嗯 那好了 這個時候呢 事不宜遲呢 立刻欣賞一下呢 兩位呢 這個樹皮和唱歌的組合的合作了 加上時間給你們 兩位的歌曲 一守 ecumen 二守 一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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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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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